牧尘的眉头羊了羊 他举起烤肉来 做事就想丢开 那小女孩顿时就急了 大眼睛变得水汪汪起来 就像在控诉牧尘 不让他吃东西这种 万恶不赦的罪恶行径 不过牧尘不为所动 只是微微笑着看着他 我叫笋儿 那小女孩终于熬不过牧尘 小鼻子一偷瞅 委屈的说着 多大了 十四岁了 在烤肉的威胁下 小女孩只能 委委屈屈 老老实实的说着 牧尘的眼中掠过一抹 惊异的神色 十四岁 这个年龄就能获得 北苍丁院的资格 这也太厉害了点吧 而且 牧尘看了一眼小女孩白皙的额头处 那里有着深红色的印记 那是三级印记 也就是说 小女孩获得的还不是普通的名额 而是跟她一样的 而是跟她一样的种子名额 十四岁 就能获得北苍丁院的种子名额 你们家里是不是在北苍丁院有很大的关系啊 你的实力跟我一样 也只是处于灵伦境中心 这样也能获得种子名额 获领忍不住说着 她的心里现在很不平衡 因为与眼前这个小女孩比起来 她简直有一种羞愧的感觉 胡说 小女孩文言顿时不乐意起来 哼 你就不是我的对手 那拥有种子名额的人 怎么会被那些火炎豹追着跑呢 获领怀疑地问着 那是那是因为我饿了 这个理由让小女孩的脸红红的 旋即她抓了抓自己那长长的双马尾 不好意思地说 而且我是灵阵师 他们来得太快 把我吓着了 一慌就不知不出灵阵了 灵阵师 牧尘和莫领都是一惊 后者更是狐疑地盯着这名 叫死男的小女孩 满脸的不相信 我没有骗你们 嘴儿见到牧尘两人脸庞上的怀疑 顿时一急伸出小手 纤细的指尖光芒一闪 空气波动间 旋即一道青色的灵阵 便在她面前凝聚出来 一种强横的灵力波动 顿时蔓延出来 这 莫领目瞪口呆 她从那灵阵上 感觉到了一种压迫感 那种灵力波动 绝对足以把灵伦境后期的人 走击败 而且这种灵阵 还只是小女孩 信手拈来的 二级灵阵师 牧尘的眼神也在此时一宁 这个灵阵的威力 不比她的虎颜视灵阵弱 在一级灵阵当中 算是很不错的 而嘴儿能够如此轻易的布置 显然她已经超越了一级灵阵师 而且 在她布置灵阵的时候 牧尘察觉到一种熟悉的感觉 那是灵阵状态 她此时的心里 无疑是有点震动 眼前这个小女孩 竟然是一名二级灵阵师 而且还跟自己一样 拥有着灵阵状态 那也就是说 她在灵阵修炼上 同样是拥有着极为惊人的天赋 而且呢 牧尘能够感觉到 孙儿应该是接受了比较完整的灵阵修炼培养 比起她这种半路出家的要好不少 至少现在的她虽然也算是二级灵阵师 但是能够拿出手的灵阵 着实太少了 这一下 牧尘倒是有些明白 为什么她能够获得种子名额 并且以这种年龄被北苍灵院招收了 想到这里 她也是忍不住的叹了一声 这北苍灵院还真是藏龙卧虎啊 这还只是心生的一场考验而已 便是能够遇见这么厉害的角色了 给 牧尘把手中差不多的烤肉 递给早已经垂涎欲低的小女孩 笑着说 谢谢哥哥 随而那乌黑的大眼睛当中 顿时有光芒冒出来 不过小女孩还是很有礼貌的说了一声谢谢 然后才接过来 孤夫的形象狼吞虎咽起来 牧尘望着面前这扎着长长的双马尾 浑身都透着活力的单纯小女孩 也是忍不住一叫 小女孩体型小小 但胃口却是出人意料的大 很快的便是风卷残云一般 把那烤肉给解决了 然后眨不着大眼睛 小脸红红的望着牧尘 还饿 牧尘无言 他苦笑着说 你多久没吃东西了 两天了 小女孩提起这个 就显得分外的委屈 我也带了很多吃的 不过前两天遇见一头小灵兽 就为了很多给他了 我又不会做东西 然后就饿到现在了 牧尘和莫领对视一眼 有种想笑的感觉了 这北苍灵院的考验 本是极为严肃的地方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奇葩 跑进来呢 牧尘摇摇头 取过一旁的材料 再度架上 哥哥 你真好 你们叫什么名字啊 见到牧尘又要动手 为自己准备食物 随而心里对他的好感 顿时飞一般的涨上来 声音清澈而单纯的问着 我叫牧尘 他叫莫领 我们是从同一座灵院来的 牧尘微微的一笑 听你刚才说 你还有个姐姐 也在这北苍街吗 嗯嗯 瑟儿连连点着小脑袋 摸着小肚子 不过我们被分开了 不然我也不会饿肚子啊 而且我如果跟着姐姐 就不会被那些可恶的东西欺负了 说到她姐姐 小女孩似乎有些骄傲 两根长长的马尾都翘了翘 你姐姐很厉害 莫领好奇的问着 我姐姐可是参与过灵路的人呢 孙儿骄傲的说着 莫领一惊 参加过灵路的 那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啊 吴哥 说不定你还认识呢 莫领看向牧尘 那倒不至于 灵路很大 而且啊 我提前一年就出来了 哪能人人知晓呢 牧尘摇摇头 牧尘哥哥 你也去过灵路吗 那不是很厉害 当初我也获得了灵路资格的 不过娘亲说了 我年龄太小 不让我去 孙儿有些可惜的说着 你也获得了资格 莫领有些失声了 看向孙儿的目光 犹如看待怪物一般 这小女孩究竟什么来头啊 灵路资格 就算他们整个北灵境 都只有牧尘一人获得呀 牧尘早不怎么感到意外 孙儿似乎有着极高的灵阵天赋 真要论起战斗力 他恐怕能够和神破镜 初期的强者作战 只不过他的经验 显然很幼稚 没去的话呀 倒也挺好的 不然的话 你就不是现在的你了 牧尘微微的一笑 他非常清楚 那灵路的残酷 那里的确是磨炼人的好地方 但是 对于性子单纯的孙儿来说 却并不算好去处 他如果去了 或许就不会再有这般单纯 纯净的性子 真要是说起来 也让人分不清楚 是德还是失 对 牧尘把手中的烤肉递给孙儿 对于这个小女孩的单纯 她有着不少的好感 孙儿兴奋的接过去 再度埋头 狼吞虎咽起来 小女孩胃口很大 牧尘几乎把一整头火炎爆烤完 他才心满意足的擦擦小嘴 这让牧尘和莫领 都是忍不住 看了一眼他那小小的身材 真不知道 那些吃下去的东西 被他装在了哪 牧尘哥哥 吃饱喝足 孙儿乌黑的大眼睛 突然就看向了牧尘 他犹犹豫豫的说 嗯 我能不能请你们帮我一个忙啊 嗯 牧尘看向瑟儿 你们能带我去我姐姐那里吗 她应该也在这一片地狱 我有灵盘 能找到她 瑟儿摸了摸光洁额头间的红色印记 小声的说着 嗯 别人要抢我的这个 害我这两天看见人就躲 我如果一个人去找姐姐 万一迷路了 又要挨饿 牧尘叫了起来 这瑟儿拥有着三级印记 的确是引人注意的 再加上她的年龄 与单纯的性格 恐怕没走出多远 就得被人把印记给骗走 牧尘哥哥 你是好人 帮帮我了 等我找到我姐姐 一定让她好好谢谢你的 瑟儿央求着 这一路走来 牧尘还是第一个看见她 没有抢她印记 而且还给她好吃的的人 望着小女孩 那祈求的目光 牧尘也是一笑 北苍界的人 大多目的都是相同的 所以他们的路线 也会相同 这种帮忙的话呢 倒没什么麻烦 当即她就微笑着 点了点头 有这么一个小奇葩跟着 这一路上 也应该能够欢乐一些吧 路途上多了一个笋儿 显然的 的确是多出了不少的欢乐 对于这个可爱 而单纯的小女孩 牧尘和莫领都挺有好感 小丫头虽然有时候会犯迷糊 但是大多的时候 还是极引人喜欢的 而在同行当中 因为有了牧尘和莫领的保护 笋儿也终于是展现了一些 她那二级灵阵师的力量 有时候新手拈来的强横灵阵 就算是牧尘都看得有些惊异 那爆发出的威力 就算一些灵伦境后期的灵兽 都被直接秒杀了 不过呀 这个小丫头厉害归厉害 但作战经验 的确是有些惨不忍睹 一旦受到干扰 布置灵阵的速度就会变得缓慢许多 而且还颇为的不稳定 这如果是真正的生死交锋 恐怕他的对手并不会给予他这么完美的出手机会 总的说来 虽然潜力不小 但还需要好好的磨练 不过呀 不管怎样 一个二级灵阵师还是相当的拥有震慑力 如果全力而为的话 就算是面对着神破镜初期的强者 恐怕损儿都能够一战 当然 前提是得给他准备的时间 而三人同行 一路上呢 也吸引了不少的注意 毕竟三人当中 牧尘拥有着四级印记 损儿是三级印记 连墨岭都已经到达二级 这说起来 对很多人都拥有着不小的诱惑 所以呢 一路下来 暗中倒是有不少袭击发生 但是无一例外的 都被牧尘尽数的解决了 以他现在的实力 只要不是出现神破镜的强者 对他根本就产生不了什么威胁 所以 这一路上 虽然小麻烦不断 但是 却并未阻挠三人的脚步 一片临间地带 售吼声响起来 牧尘站在树干上 望着前方 那里的地面上 有着三头浑身幽黑的铁锡 而此时 这三头实力堪比灵伦镜后期的铁锡 正瞪着血红的兽童 把他们面前的墨岭锁定了 而在墨岭后方不远处 笋儿正犹犹豫豫的东张西望 笋儿 这三个大家伙 由你们两个解决 如果解决不了 今天的晚饭呢 就只能暂时取消了 牧尘望着笋儿 微笑着说 笋儿实力很不错 如果能够开发培养起来 会有很不错的表现 所以 他也是在尽量的帮助他 虽然牧尘是因为小女孩的单纯可爱 才对他有好感 但毕竟那种性子 并不适合在这里 不论如何 笋儿都必须把自己的力量发挥出来 这样对他才是一件好事 所以呢 不仅为了你 还有为了你莫领哥哥的晚饭 你可得好好的稳定着 不然到时候 两个人就一起挨饿了 听到牧尘竟然用这种可怕的威胁 笋儿小鼻子顿时就抽了抽 虽然有点委屈 不过一想到自己表现不好 不仅连自己没得吃 还要连累莫领 这小女孩啊 就觉得有小小的愧疚 牧尘哥哥最凶惨了 比这些灵兽还凶 虽然总是笑眯眯的模样 看上去很帅气 这一次就努力点吧 下定决心 虽然小手倾卧 光芒飞快的涌现出来 然后凝聚出道道灵印 他闭着眼睛 不去看那些凶残的灵兽 小手变化间 把那一道灵阵光图 迅速的布置出来 而在前方 莫领则是被三头铁膝 比得狼狈不堪的 他的实力 只是灵伦境中起 连一头铁膝都打不过 如果不是这些灵兽 智慧并不高的话 他恐怕早就被踩死了 但饶是如此 也是显向还生 他只能勉强的拖着 莫领哥哥 你推开 就在莫领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后方终于传来了天籁般的声音 莫领身体翻滚间 手掌猛的一拍地面 身形便倒射了出去 而此时 孙儿已经睁大了眼睛 在他面前 一道青色的光阵凝联而出 一种狂暴而凌厉的波动 散发出来 当灵阵 在孙儿手中凝聚出来以后 他那张小脸 仿佛变得认真了许多 旋即他小手一扬 那青色光阵猛的爆发出浓浓的青光 风铃光阵 哄 青光喷波 只见那光阵当中 无数道青光化为锋刃 撕裂空气 铺天盖地的席卷而出 把那地面都撕裂得千疮百孔 动 那倒倒锋刃直接把三头铁锡笼罩 锋刃席卷 瞬间就把三头铁锡切割得遍体鳞伤 最后挣扎着嘶吼倒地 烟血滚滚 牧尘在一旁看看 微微点头 损而施展的这道灵阵 应该在一级灵阵中也算顶尖的 威力相当不凡 就算是灵伦镜后期的铁锡 也是无法承受的 厉害 莫领望着那很快被锋儿解决掉的三头铁锡 也是忍不住冲锋儿竖起了大拇指 眼中满是惊叹之色 这灵阵狮 果然很厉害呀 牧尘也是笑了笑 走到锋儿身旁 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做得不错 得到表扬 锋儿那乌黑的大眼睛当中 顿时有着喜悦的神采迸发出来 小女孩的满足总是来得特别的容易 把你的灵盘拿出来 看看距你姐姐还有多远 锋儿闻言 小手当中光芒一闪 一个约莫双掌大小的光盘便出现在他手中 光盘中有着一片光木 然后可以见到一些光点的存在 这是一种定位的辅助灵气 不过这需要事先设定好 然后在一定范围内就能寻到对方极为的方便 不过灵气这种稀罕东西 牧尘在北灵境见得极少 因为只有灵气师才能炼制这些东西 而北灵境的灵气师比起灵阵师还要稀少 甚至他在沐风的手中都未曾见到什么像样的灵气 总的来说呀 还是北灵境太小的缘故 锋儿盯着灵盘看了看 然后小手指向北面的方向 快了 照这个方向走下去 再有半天时间就能找到了 牧尘微微点头 牧尘哥哥 锋儿收起灵盘 乌黑的大眼睛看向牧尘 他的双马尾一跳一跳的 嗯 是不是 你把我送到姐姐那里 就会离开了呀 锋儿的眼睛里头充满着不舍 这几天相处下来 虽然牧尘有时候会为了逼自己锻炼 而显得不近人情 但小女孩能够感觉到牧尘的善意 心里呀 对牧尘也是有了些亲信 嗯 我们应该都是要去那个什么北仓殿的吧 到时候 可以和姐姐一起呀 孙儿期盼的说着 别走开了 好 别走开了 别走开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